抹黑造謠的言論 我們要求林靜宜立委 提出所有的證據 始終保持低調作風的言寬恆 突然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公開點名對手林靜宜 散播不許謠言 為什麼對手要不斷的抹黑我 還有指控選民 抹黑選民 所以就是因為他平時不努力 等到選舉才在想 要用這種極端的方式 來操縱 來造謠 言慨恆親上火箭駁斥對手造謠 因為前一天林靜在黨中央 反會準記者會上 說的這一段話引爆戰火 拿到好處的就是 我們剛剛所說 比較多一個票要贏幾票 這些所謂的地方裝腳 你這麼認真去投那個票 拿到好處也不是你 林靜還公開指言陣營 私下進行假民調 電話過去也問你 你去年投給誰 你明年要投給誰 地方的選民告訴我們 當他回答要投給林靜宜的時候 對方留下一句話 你都不怕 這是不是一種恐嚇 林靜宜公開點名言慣 和涉嫌恐嚇選民欺壓 選民言慣也不忍了 不但召開記者會 還要控告對手 意圖使人不當選 參加民進黨的某些造勢活動 有照片 就接到你們家的電話關切 我相信你比誰都清楚 中日省區藍綠對決 袁凱恆再戰第三回 就怕對手言論影響選情 決定直球對決 參與法律行動 雙方戰火持續延燒 進行網際兩分鐘台出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